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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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 这个要不 这什么情况下别 红盘 不是 但是这一下踢 你觉得是红盘吗 盘肯定是得给 他是肯定是奔人去的 但是之后这一落季也不应该呀 这跟高天忆有什么关系呀 他是不是看错人了呀 脸毛 他以为是高天忆了 嗯 马格诺 张玉宁再转 要不要唐旺松犯规了 哎 白月锋犯规了 白月锋也要吃牌也是故意犯规 张玉宁 哇 这又怎么回事啊 看视频回放来了 是有涉及到升级成为红盘的犯规吗 我们还没看到什么情况 要改判了吧 黄盘取消 黄盘取消 取消啊 红盘 白月锋 李磊过来帮助防守 球还在再传 马格诺杀到进去里边 有机会拉人点球了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拉人犯规 点球 天津金门虎在商庭捕食 第三分钟获得点球 这个确实拉得太明显了 伊洛西站上点球点 面对侯森 伊洛西 出跑 右脚射门 打向死角 骗过了侯森 这样的话比分来到3比1 金门虎队几乎锁定本场比赛胜局 留给北京关只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侯森判断错方向了 3比1的比分 击败了北京关 我们下来这场得比